在宋旁邊就有這麼一群 算是台灣社會的良知 包括另外有一位張超音先 張超音也是 他對宋楚瑜那種 可以說是福氣到底 讓人家永生難忘 剛剛還提到說 就是說台灣的選舉裡面 沒有什麼負面選舉 我讓各位看一下 這是第一本負面的 這是會整宋楚瑜 宋楚瑜也常常拿這本來自我調侃 裡面提到了張超雄 你看啊未賣台先垮台 就已經先把張超雄就把它劈下去了 另外一個這一本更厲害了 這一本事關政治性以訪言的故事 說黃毅焦跟宋審長 是不是同性戀一個問號 那這一本當然是總其成 宋楚瑜金錢風暴 不是沒有負面選舉 問題是說你旁邊的人 即使有這麼多風風雨雨 還跟你挺到底的時候 就表示這一個人 而不是蓋德 所以我相信劉一如 絕對會像吳榮民一樣 如果說今天宋楚瑜需要他 他應該會跟吳榮民一樣 我頭就自己垂下去 因為沒有你宋楚瑜拉拔 就沒有今天的劉一如嘛 不過吳榮民已經拒絕 已經婉拒了 婉拒了 那你說這一次整個選戰 除了講說親民黨要開始 我們應該強調一點 整個傳播界好像你說分藍綠 但是這個能力比較強的 還是南營的媒體的 你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利益的媒體 利益媒體當然是戰法比較狠 但是有的時候 有些地方並不是很強的 那所以在這個上感覺到 好像說金小刀呢 他在整個主打議題 戰盡版面 然後但是呢 蔡英文所表現到的是不行 是沒有錯 這是一個 但是問題就是說 小眾傳播 尤其這個綠營的小眾傳播 是比大眾 比南英強很多 那在這裡面一個感覺到 他說他不要講那些重點 他不要講那個 我台灣公司有什麼不對 他就一個感覺 台灣要先公司 要不然被賣掉 還有馬英九會不會賣台 這他們大家都 他們當心兩個 因為馬英九就是說 馬英九是心態上想賣台 他是能力上不行被騙掉了 包括台灣被騙光 他們是感覺這兩個 那這個東西 在小眾傳播這幾天呢 這個也是蠻厲害的 那另外對中間選民來講的話 一般尤其一些公教人員 一些什麼來講的話 他整個一個感覺到 就是說他不喜歡說 你這個育業體制 你在育業體制 那你像今天那個 你像今天的晚報 就像昨天嘛 晚報一波在金普聰說 誰都可以講話 他說是言論自由 他說這個抬頭 不是抬頭問題 那顯然 可是我在看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公務員一看就說 不是抬頭的問題 是來頭的問題 你是什麼來頭是我們關心的問題 不是你的抬頭 對不對 所以在這些東西 有時候對中間選民 他會有一點 他會覺得因為現在 現在大家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整個行政亂序 人才斷層 然後呢 政策呢 秀斗 然後這個 甚至就是領導弱智 不管他民進黨 國民黨都一樣 他是在一般評論上 這麼嚴重 你不要想像 現在一般評論最見人 現在這個馬英九 那個18% 他那個一改是 很多官大的沒什麼 現在你看那個 退休警察 退休公務員 他們會少到 他們會少到八千億萬多 那這些人就感覺到 你到底懂不懂 這些體制造成那個影響 你就這樣 你不問這些 這些這個人 對大的沒有什麼影響 那對他們這些小的是影響 那最後 然後這些人再看到就是說 一夜之秋 你說這個 台大這個艾滋幣弄錯 這個問題 你說你講錯話這個問題 還有你整個那個 這個很多就想 這個社會不是螺絲鬆了 可能是螺絲空了 所以這些人 他中間選擇 這次是強烈的話 他會感覺到 應該要有一個有強力的 能組織的一個人出來 所以這個 對他的影響是會比較那個 所以你說這時候 是宋楚瑜要出來的 最主要一個人 但是他們現在有一個焦點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決心要出來 這就剛才一開始 對 大家確認 所以他如果真的展定決心的話 這些就會過來 因為展定決心 一展定 這些醫藥出來了 感覺到馬會選不上 那這個時候 你已經衝出來了 那馬會選不上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不怕馬金報仇了 這個時候就 就會倒閉 有 他現在是怕馬金會連任 他不敢站出來 其實這些已經不需要了 其實宋楚瑜我認為 他早就已經拋開這個了 拋開這個到底是 會對誰有影響 對誰有影響 會不會成為什麼贏的罪人什麼 其實他 我認為他都已經拋掉了 是嗎 因為他現在很簡單 他現在就 就是你要超越藍綠的話 就是 這點藍綠都不行 民眾有薪水減少 生活困苦 有的沒房子 有的沒工作的 我們需要一個救星 救星來這些都能解決 問題是這個救星來能解決嗎 好 就算這個救星來能解決 是你自己認為能解決 如果民眾不認為你能解決 不認為你是救星 所以為什麼我說 要讓宋楚瑜來選 宋楚瑜提出一套 就是大家一看 眼睛也是一樣的政策 不需要什麼人選 大家一看說 宋楚瑜那什麼白皮術啊 這個一看 真的照理宋楚瑜這個方式 工作也有了 房子也打壓下來 大家生活也好 這個稅也不予多收了 兩岸更好 宋楚瑜當然會當選嘛 民眾看到救星都不認識 那麼台灣民眾愚蠢到這個地步嗎 那問題是 如果說 大家選票投出來的結果 你還是那個火種 打一十五 那表示你就不是大家的救星 你自然有救星 但是沒有人認同你 真的是救星 沒有那麼多人 剛剛也有大講說 如果要是宋楚瑜展現了那個決心 就是我這已經是至於死地而後生 我已經毫無退路了 我就是這樣是不是就位起來了 宋楚瑜為什麼不展現那個決心 為什麼不展現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他整個看出來 他只能火種出來 越來越小 不會越來越大嘛 所以才沒有那個決心啊 他假如 他以前國民黨民主黨中 在搞選舉 他假如說我這個決心一下去 從十五可以到二十五可以到二十五到三十五 決心找下了 了的 宋楚瑜是看到這個嗎 宋楚瑜 我是覺得他的 他的政策可能會比他的副手 更讓選民去注意 所以他這個政策是 的確是 的確是很認真在這邊在弄 當然你不可能說 他這個政策呢 他也會針對現在目前的一些問題 然後以及這些問題的問題在哪裡 關鍵他會 他會有一個 所以我們會到時候 他真的要開始連署出去的時候 會到各地呢 他會去 他會開始去說明 他會開始說 因為以前呢 我們在訓在這一個關鍵 就絕不讓蔡英文漁翁得利 所以我們在某方面 我們是沒有提出 但是現在呢 因為就尤其一紅這些 這些民主的先進 就告訴我們說 你不會誤示 你不會影響到選舉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放手一搏 我們為心無愧 我們就去試 如果呢 真正的選民支持我們 讓我們上了 我們就舉功進退 拼命幹 那如果選民不給我們 就是這樣你講15% 那沒關係 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快樂活 好不好 其實剛剛講那個 說他們的那個政策 拿出來會漂亮 這我相信 因為那個李同浩 有一次在你們節目上說 他是那個 競選政策的招集員 我相信那一群學者 可以寫出來 但是那個白皮書 跟那個競選政策 你知道每次選舉 牛肉在哪裡 其實那個牛肉 就是我們現在拿來 一直講說是競選政策 跟美國是當笑話 因為那個時候 不是有個廣告漢堡嗎 說我家的漢堡 牛肉比較多 你家的漢堡不多 所以那個候選人就說 他在那邊講 那個對手就說 你的牛肉在哪裡 你告訴我 那個漢堡是假的 好 那今天證明一個問題 就是說 大家選那麼多次以後 就發現選民 根本不在乎你的政策 就是你的牛肉是什麼 他會天天罵你說 你們大家都不端牛肉出來 但是其實你端了牛肉 他也當沒看到 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媒體也不會報導 因為那個東西 是很噗燥的東西 所以候選人 常常會很洩氣 那你說今天宋楚音 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懷疑他那個 我覺得他自己也很矛盾 他不知道就是說 開張以後 那個反應 是不是真的像他們講 螞蟻雄兵 然後大家都在潛伏 在低姿態 然後他一開張 所有人都湧出來 也不在乎 你馬進報復之類的 他也在 你知道 坎坷不安 那除此之外 就是說 還有就是最近 大家一直批評金普聰 說他這個 潛約這個什麼 體制 然後發言不當之類的 我已經講了 就是說 他儘管搞的這些 被批評成這樣 如果今天 他真的是那樣的話 美國官方就會說 你根本不代表總統 我也不需要接待你 可是不是啊 兩邊是平等的接待 他也可以見到 國務助親 國務院的助理次親 跟蔡英文是一樣的 我想唯一沒去到 大概就是五角大下板 其他的話 我看都是差不多 以美國政府那樣 講究這些 而且厭惡那種 執政黨的那種 你知道無能 美國專門去推翻 那種執政黨 他可以拒絕金普聰 而且可以跟他打回票 而且可以羞辱 他就像很多人說 當面給馬英九 一個大耳光 這是最好的機會 可是沒有啊 那他也 然後還有人說 馬英九應該把他 立刻召回來 簡直是講到 對 如果真的 這麼嚴重的話 對 美國照理說 以美國的官方的 小心謹慎 不會幫他添油加 這樣接見他 所以我覺得那個 大概已經不是問題 只是看就是說 螞蟻雄兵 是不是一開張以後 就可以湧出來 這個才是關鍵 不過文森哥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像這一次啊 大家關鍵的是 宋楚瑜的副手 但現在在這個 菜刀大戰之後 整個這個媒體版面 大家都佔盡了 馬英九也跳出來了 但是就是少了一個人 吳敦毅不見了 他跑哪裡去了 好像他的聲音 還越少了 吳敦毅大概被危機解密 少到了 所以宋楚瑜 他不止 吳敦毅不見了 馬英九旁邊那些 國民黨要到了 現在都不見了 你注意到沒有 都危機解密 大家都躲風聲去了 對啊 那個不要掃刀逢台北 對 王金平既然跟AIT講說 某人腐敗 這個腐敗兩個字很嚴重 尤其對 吳敦毅來講 那個情何以堪 因為這個都列入 國務院的外交檔案 那剛剛提到說 這個菜刀大戰 其實現在又要加入一角 那你怎樣 周美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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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